氣溫罩降不少在郊區居住的長者 都要靠暖爐取暖 有社工就建議政府 如果天文台發出寒冷警告 政府應該即時加強外展社工服務 歐志良講一下北區一個長者 如何抵禦寒冷的天氣 新界北區的朝勁村 朝早的氣溫只有三度 70多歲的林河婆 冷到腰抱著暖爐取暖 曾經患癌的她身體不太好 即使在屋內不能夠離開的暖爐太遠 而婆婆住的這間屋用鐵皮搭建 鐵皮和鐵皮之間明顯見到空隙 大風的時候風會從空隙出入來 下雨的時候更加會漏水 晚上就好像睡在一個雪櫃裡面一樣 吃得飽穿得暖是生存的最基本需要 但有沒有想過在經濟發達的香港 還有老人家在冬天 要穿著五六件衣服蓋著五張皮睡覺呢 三件 四件 五件 六件衣服 每個小時都要醒 每個小時都醒 一凍就醒 一凍就打一瓶 打得不停 都很辛苦 我覺得 挺怕的 現在林婆婆最希望的 是政府能夠批准她把鐵皮屋改建為專屋 明年可以過一個溫暖的冬天 香港長者權益協會說 長者過冬除了物質之外 心理需要也都不能夠忽視 好留意到香港很多獨居老人家 無論住公屋 堂樓 或者鄉間 其實他們都是缺乏人定期的一個探望 和一個關顧的 如果在一個天氣轉動的時候 再加上心理上缺乏關顧的話 對他們來說是有一定的危機的 李立航又認為 如果氣溫罩降 政府應該額外加強郊區的外展服務 亞洲電視記者 歐志良報導 天文台預測今晚天氣繼續嚴寒 氣溫會進一步下降 而寒冷天氣警告和雙凍警告 會仍然生效 我們預料一股強力的東海國有風 會繼續影響華南 今晚晚天氣會嚴寒 市區最低氣溫約7度 新界會再低幾度 明天的天氣會以天程乾燥為主 日間最高氣溫約14度 半港氣溫早上罩降只有8.1度 是入冬以來最高的紀錄 上水打鼓嶺6-7度 而全溫更加錄得5.7度 大武山下午更加錄得零下1.9度的低溫 天文台預計星期六早上仍然寒冷 要到下星期初才氣溫會恢復上升 說說天氣 天文台預測晚間天氣嚴寒 市區最低氣溫在7度 新界再低幾度 明天天氣乾燥 最高氣溫大約14度 現在氣溫9度 相對濕度57% 吃了餐 馬尚 石 我們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